無力改變 同時不完整的再見 怎麼問我會不會怕啊 沒有問他會不會怕 你要開玩笑 開玩笑 哈囉打人秀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廷漢 其實通常就會從自己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抒情歌 那裡面提的不一定是感情 自己有故事的時候一定會寫 但沒有故事的時候也會去找別的故事 比如說朋友失戀啊 看電影啊電視啊看書 這次的主打歌其實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可能兩個人分手的時候並沒有說得很清楚 然後就這樣子自然而然就散了 當時交往對象就是這樣子 可能兩個人也知道彼此的個性不合 然後慢慢的就 漸行漸怨這樣子 然後就寫了這首不完整的再見 當時那個戲 我第一個拍的戲他其實是找我做音樂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剛好也在爭角色 他們說不然你來試試看 然後試的時候他們可能就覺得 欸還不錯 其實也算是陰錯陽差 導演知道我很喜歡打籃球 因為平常打籃球的時候不會錄影 所以等於說可以看到自己打球的樣子 然後覺得很新鮮 我們知道現在還是會有一些音樂上的衝突 我平常在創作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這邊給一些意見 那些給一些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些溝通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激烈的溝通 但是通常都是會有一個結論的啦 討論音樂嘛 之後 討論完還是家人 蠻常有那個 好到不想講話了 像是我這一首不完整的再見 因為我歌詞本來不是這樣 我歌詞本來是寫一個 分手之後 然後已經有下一個對象了 再回去想 之前的這段感情 他就說你不行 這樣子 他會覺得你很多情 我想說沒關係 當下我其實是很不能接受 我覺得創作就是創作 為什麼一定要跟真實的狀況符合 但是可能他考慮到我的形象啊 然後他覺得這樣不妥 然後後來想一想 其實好像也是 還是有聽他的意見 改成現在這個版本的歌詞 一定是會啦 有個既定的印象 就覺得你就是一個擅長寫情歌的人 當你只有情歌的時候 大家就會比較 嚴格地去檢視你 就會覺得 就跟你爸一樣而已 沒有什麼超越他的機會 所以我也會多方來去涉略 就什麼試試看啊 搖滾啊 R&B啊 Hip-Hop 什麼都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路線 所以問我會不會怕 你問他會不會怕 開玩笑 開玩笑 我不管靠不靠 人家都會說我靠 就是沒辦法避免的 他的經驗那麼豐富 然後我跟他走上同一條路 不參考一點他的經驗 那不是很浪費嗎 很可惜 但是當然還是要有自己 自己的東西 如果可能五年後 十年後人家還覺得 我的東西不夠好的話 那 確實就是我要檢討 但是現在剛開始我覺得 沒關係 有啊 那是 那其實只是一張照片而已 他好看多了 王靖 來拍我的MV 演技很好 很有張力 但同時也可以很內斂 我很想跟黃明志合作 他的曲風很多元耶 就包括他那種怪怪的歌 我全部都會唱 想不到吧 我全部都會唱 他東西都是有主題的 而且風格很強烈 所以我很想跟他合作看看 我從他飆高音 大家還沒有聽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我覺得這影片太好笑了 然後我就每天一直循環播放 然後那時候在學校 說你看這個人 好好搞笑 然後拿給同學看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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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容易了 欸 等一下 什麼來的 原諒我 這一首 不為誰而做的歌 感覺上彷彿窗外的夜色 OK 不完整的旋律 沒什麼結局 卻是我真實的聲音 不要對我說再見 一句再見 就結束這一切 我記不得想不起 那年不完整的再見 只記得只想起 曾經說過幾遍 永遠 在心的話都開好時 想起你的臉 對自己說好幾遍 不過是一時觀念 我閉上眼把從前 深埋在回憶的邊緣 缺點即卻懷念 曾談論的那些明天 把雲淡風清掛嘴邊 心還是很玄 無力改變 都是不完整的再見 我的第一張個人全創作專輯 不完整的再見 已經在2019年的11月22號發行 那裡面所有的歌 都是我自己寫詞寫曲加製作 希望你們會喜歡 另外想要知道我的任何資訊 都會在我的Facebook還有IG 希望你們支持 謝謝